你怎麼拿走啊?不是 17年前林怡辰主演 我的秘密花園 人氣爆棚知名度水漲船高 偶像劇幕後重要推手 就是導演楊冠玉 但楊冠玉4號出世 林怡辰5號下午出席活動 也被問起這件事 打電話跟家人 可以問什麼的嗎? 跟他的家人 暑假本來要居餐 就不來一起 受訪時 林怡辰瞬間收起笑容 表情沉重 無法再跟楊冠玉見面 成為心中遺憾 57歲楊冠玉師辰名導王小弟 有20年的唐妞碧史 曾製作鑽石舞台 歡樂奇兵等節目 之後轉戰戲劇 隨便來都是四五十個人 這讓我覺得非常驚訝 楊冠玉代表作 除了我的秘密花園外 還有千牛花開的日子 愛奇魔戒等多部偶像劇 也捧紅了林怡辰 明道楊錦華等人 楊冠玉圈內好友相當多 李怡君臉書也發文 李怡君放上合照 有楊冠玉 葛雷一群人 表示3號晚上才去你最喜歡的 那間海鮮餐廳 我們有說有笑 你怎麼連一句再見都沒有 好捨不得你 其實楊冠玉去年臉書發文悼念 已故藝人高以翔一路好走 如今她也促視 依然不捨演藝圈好友好感傷 謝謝楊錦浩里玉海安台來報導